其实他们俩唱得非常好 不过接下来我想尽用一点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演员 他唱得更好 大家想听吗 好 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连声 他就在台下坐着呢 大伙给他鼓鼓掌 让他上台好不好 好 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就叫连声 大伙看他长得很可爱 很乖 很聪明是吧 其实连声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 同时 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 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离婚了 小连声跟着爸爸一起生活 可是不到两年的时候 他爸爸就过世了 孩子就跟着奶奶一块生活 那前不久 也就是两个月以前吧 他的奶奶也得了重病 也过世了 只剩下小连声一个人 大伙肯定跟我一样 心里画了一个问号 想问问 孩子的妈妈哪去了对吗 说心里话 他妈妈哪去了 连孩子自己都不知道 连声 你知道妈妈在哪吗 不知道 那你想妈妈吗 想 非常想念她 有好长期间我没有见到妈妈了 有时候我晚上做梦都会梦到妈妈来接我 是 是的 连声现在 就住在谈叶子奇董老师家里 听董老师家 孩子天天做梦想妈妈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孩子是哭醒的 有的时候 孩子是吓醒的 也有的时候 孩子是笑醒的 今天 今天 小男生想借用这个舞台 给大家唱一首歌 这首歌 是她献给她妈妈的 大家想听吗 好 好 来 唱吧 我想月亮的时候 就想起了妈妈 望着妈妈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就想起月亮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是月亮 比月亮更美 更美的十八门 没有妈妈的日子里 我常常望着月亮 那融融的月色秋香 妈妈的脸庞 月亮 月亮 复违 复违着我的心 我的泪水 是 而没有 空颜色 reflector MEL 准备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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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说说你的事吧 我不是骗子 你不是骗子 你骗了那么多钱 你说你自己不是骗子 我有理由 好 说说你的理由 我从小 母亲就去世了 我爸给我找了后妈 后妈很不待见我 总是趁我爸不在的时候打我 中学的时候 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 那时候我很喜欢跳舞 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到室里参加比赛 有个男老师说我跳舞很有天分 想送我几个舞团 我还以为我的好日子要来了呢 可那个人 她是个亲手 她是个亲手 不久之后她就祸害了我 从此我的女生就愁了 从此我的女生就愁了 我结过婚了 可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农村 所以我就结婚了 后来我自己做生意 和很多男人有和那种关系 我想让男人帮助我 可是男人只想占我的便宜 没人想真心帮我 所以我不相信感情 也不相信男人 五年前 我得了一场大病 有个叫金崇峻的朝鲜做男人 他比我小三岁 是个烤牛店的小老板 为了给我治病 他把自己的店都卖了 我的病好了以后 我们就同居了 后来 我们两个一起做装饰材料的生意 想骗一个老板 没有得手 金崇峻 就把全部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带着女儿 偷渡去韩国了 可是他们到了韩国不久 我女儿的查处得了白血病 为了给女儿治病 我在骗了别人的钱 得手以后 我把钱通过金崇峻的妹妹 记得了韩国金崇峻的手段 钱是寄过去了 可我女儿的病还是没有治好 最后死在了医院里 你一共骗了多少钱 骗了购物商和郎大叔 一共是八十万 都寄到韩国了 都寄不去 我真的没有想骗郎大叔 因为郎大叔和来源 都是我一个校的同事 我当时是急需三十五万进货 所以我在动员郎大叔 把钱投给我 跟我一起做生意 我真的不是想骗他的钱 可最后你还是骗的 是吧 金崇峻告诉我 孩子必须马上做手术 我不是坏人 我不是骗子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你既然骗了人家的钱 你就是骗子 你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知道了 好 你坐 坐 昨天那事安排得很好 之前策划过 没有 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 是来月星 是想主意 你的主意 说说 咋想出来的 其实也没什么 是因为之前啊 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我知道这孩子不恨他妈 反倒挺想他妈 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办法 让孩子在台上 直接跟他妈表达情感 看看能不能唤起 曲萍的良知 你这个主意很好啊 不单帮了我们 也帮了曲萍 曲萍说她一上台的时候 就有了自首的想法 后来很配合 全部坦白了 那这个案子跟朗大树 有没有关系啊 曲萍说 这是她自己的犯罪行为 朗大树事先病不知情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曲萍也没想骗朗大树 但是后来因为孩子病了 急去要用钱 他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余科长 你看 曲萍骗去的钱 能追回来吗 这个很难哪 为什么 因为她把骗去的钱 都给孩子治病了 那那个手机店的欠款 和朗大树有没有关系 是这样 这件事不归我们管 属于明示孙 但是呢 朗大树是法人代表 如果说债主去法院起诉的话 手机店欠的钱 应该由朗大树负责 不是 他骗钱的是取评啊 不是朗大树啊 他这个事要这么做的话 太不合理了 你先冷静冷静啊 刚才我说过 因为朗大树是法人代表 什么叫法人代表啊 曲萍骗的货款 是以手机店的名义骗的 现在出现了法律责任 就应该由法人代表承担 不是 是曲萍骗的钱 他他他他骗钱的时候 也没跟朗大树商量啊 是不是 那个什么 那个 刚才李星达已经说得很明白 明白了 再次拍下来 有点比较 阿尔